大家好,我是黄怡晴 远处的山脉,近处的宫殿,都是纯白色的 在六角形的雪花飘落的最后一天,就是燕国最盛大的节日 大家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戴上最闪亮的头饰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聚集到宫殿前的广场 用几百根大木头,点起熊熊的篝火,一起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 大家唱着歌,跳着舞,喝着烟薄特有的绿酒 酒的香味,远远的飘散,浓浓的,连不喝的人也会醉倒 董姐姐,我好看吗? 好看,月儿以后会和王妃娘娘一样好看 那父王也会像喜欢妈妈那样,喜欢月儿吗? 傻月儿,你才是父王最最喜欢的人 真的? 你看,父王来了,你自己去问他就知道了 我要听父王亲口告诉我 真没想到,我还能回这里来 我真的是从这里来的 从哪里来又有什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一刻呀 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现在好像知道了 却又好像不知道了 雪剑 你要记得 你的身上有我的梦想 我的希望 你不是一个人 你是我最亲的家人 西遥 雪剑 你一定要快快乐乐地做人 把我的愿望都实现 好吗? 嗯 那你也要记得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双倍的 有我的一份 也有你的一份 嗯 我想 一直生活在这里 一定很寂寞吧 有他在的时候 我就不寂寞 他 哼 那倒是 那个人乱七八糟的 说话又那么让人生气 谁和他在一起都不会闷的 他总是那么的神气 每次 我只敢远远地观望着他 哪里还敢奢望 跟他有说话的机会呢 哼 他 他那个人那么吵 还能忍得住不说话吗 他只有在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 才会来跟我说几句话 他是神界最厉害的人 没人敢跟他抗衡 自然 我跟他的话也不多 哼 他厉害 他哪厉害啊 我还不知道他 打起来就只会乱跳乱叫 不 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 他带盔甲的样子 他拔剑的样子 我永远都忘不掉 要是我呢 估计也忘不了 菜牙半将军该有多好笑 雪剑 你很喜欢景天 对吗 那个混蛋 谁喜欢他呀 雪剑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他 我看得出 你们彼此 都深深喜欢着对方 那 那个 你是我的王子殿下 请告诉我 就算只有名字也好 唐上教官 说不出口 我憧憬的人 竟然是那个唐上教官 而且我还和他本人说什么王子殿下的 升职考试 五成 只有五成能合格吗 行了 这只是对于贝律从不同视角理解的人的发言而已 你 把这个全背下来 不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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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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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真是少见 你会找我商量 也不算是商量了 嗯 那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想让我教你升职考试的时机对策吧 这 当然了 在小机心中 地瓜永远是最好的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们得到了教训 感受到太后 还有皇上的恩典 将来一定会 尽心尽力地回报朝廷的 使其改国相善比杀了他们更有意义啊 我也很喜欢这种香气呢 这 这是 这简直就是约会邀请 怎么了 啊 我 啊 这 这是风险 我先走了 不行了 心脏要跳出来了 小姬不要明白 不要感动 任世间的苦 小姬都已经尝尽了 小姬心中还是有情 我不要再当心里了 我睡不着啊 你一个晚上在忙你忙你干什么呢 可是要我带头造反 这又是另一回事 师父问我为什么 我也同样反复问自己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造反 这不是造反 你只是拿回原本属于你的东西 我从不认为天下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做皇帝是受万民托付 他应该把自己当成百姓的奴才 用心去治理国家 而现在这个皇帝 我认识他 了解他 他正是一个有为有守 聪明认真的好皇帝 他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很受百姓的爱戴 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拉他下马 再说 我司徒静凭什么呢 如果是仗着公主的虚名 那么前朝已经消失了 我这公主的地位也跟着消失了 不是吗 静儿 当初要不是师父救我 我早就没了性命 当初要不是爹娘收养我 我也不可能活到今日 从我懂事以来 我一直都是以司徒静的身份 活在天地之间 公主的身份 对我实在太陌生 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可是我却不能陪伴着他 一起离开 我希望这颗圣火 能够代替我 陪伴在他的身里 不把我的样貌给了这个孩子 是不是不应该还奢望着 让他能够想起我 但如果有这么一刻 他能记起我 付出任何代价 我也在所不信